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受疫情影響,結業、裁員情況惡化得很快 預計失業率會升至4%至5% 他承認抗疫基金在協助各行各業的時候 未必能夠盡如人意,可能有不公平 鮮澄峰報導 03年沙子一役,本港失業率升至超過8% 羅志光說現在本港失業率是3.4% 會不會再升就要視乎疫情發展 看趨勢就會惡化得快 一個、兩個星期,結業、裁員等消息無日不止 失業率到2003年的沙子 我覺得機會不太高 我估計4至5%都很難避免 但會不會再升就要視乎疫情 政府推出300億元抗疫防疫基金 不過就被批評不夠全面 我希望大家能夠包容一件事 可能不是很公平 但就很平等,很平均地去做 就算舉例如零售業,有些是實際上不是很困難的 有些實際上是很慘的 那你是不是又要看過往的統計數字 然後給不同的遵作它呢 那就搞到制度太複雜了 那你有時間才做得完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快速速 簡單單是沒錯 會未必是盡如人意 羅志關說向院舍分發口罩的時候 做法已經有改善 那麼大的架構,我們一般叫官僚架構 這個所謂Inertia是大的 都挺破格的 有些同事想,你不要再想甚麼公平性 要快,是有些總言之到了位 是有些人多些,有些人少些 不要計較那麼多 他呼籲市民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可以不戴口罩就不戴 有先電視記者,閃情封不良